我是合唱團的學生 練習都要花很長的時間 該怎麼跟課業取得平衡呢? 我高中也是合唱團的 但我有拿過全類組第一名喔 真的假的? OMG看不出來 你是社會組還是自然組? 二類自然組 嗯...怎麼取得平衡呢? 把該做的事情要做完吧 才可以去做別的事情 可能你放鬆的時間就變成在練唱歌吧 就畢竟唱歌也那麼開心的事情 像我們以前都是中午沒有午休去練個唱團 上課還是要做 好好唱啊 什麼時候開始喜歡唱歌的? 大概從出生那一刻吧 對 快點秀出你的刺青 登 幼稚園我就跟我媽吵 以後要當歌手了 我姊姊去參加星光大奧子的時候 我小六 十歲 有影片 姊姊你最棒 那時候我十歲 然後姊姊十七歲 我就一直吵說 媽媽為什麼不能一起去參加 是什麼原因讓你堅持唱歌的夢想 所以我一直自己說 因為愛唱啊 我覺得可以找到一個 算自己的專長 然後又剛好是興趣 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我很喜歡在舞台上 但我覺得我其實平常講話 就是要表達自己感受的時候還蠻沒邏輯的 但是在唱歌的時候我就覺得很像在抒發情緒 很幸福 而且可以安慰到別人或者是自己 所以我覺得不管發生什麼事 除非今天哪天我突然就是像美人魚一樣失身了 不然我會一直唱到老 嗯 耶 其實有曾經想過要放棄 但是 當我有這個疑慮的那一瞬間 身邊一堆人就湧上來說 不可以 難得有老天賜給我這樣的禮物 不過 就這樣 把他遺棄 或者是 站放在旁邊 好像 真的太不珍惜了 耶 會來南部開專場嗎 嗯 有機會的話 在台北 也還沒有開過自己的專場 我希望啦 我期待 畢業前可以開一場 台北的專場 最喜歡的歌手 其實很多欸 International的 韓國的話就是金太妍 他唱歌我覺得是那種 半夜聽了會覺得好像有人在跟你說話的聲音 而且他能揉 可以揉 然後要很 有power的時候也會 那你什麼時候要挑戰唱跳嗎 跟他演員一樣 還是你現在要來一首 哈哈哈哈 那台灣的話 一般徐佳寧 講一下姊姊吧 他姊姊 還好是不是 演員 演員 好 唱歌也很好聽 啦啦的話 他有一個很特別的聲音是 很氣很氣的聲音 很氣很氣 很氣 不是很氣 讓人聽得很舒服 不會很有壓力 嗯 那中國的話 就是張碧成 他是中國 好聲音的第二季的冠軍 那他 有去韓國當過 噢噢噢 噢噢 他也不是那種技巧很雄厚或者是怎麼樣 但是就是很溫暖 我很喜歡這種唱音的歌 那你會想要去中國好聲音嗎 我其實有去中國新歌聲試唱過 進錄音室了很多次 但是到後面還是被刷掉 如果有機會來了 不會讓他離開 好 OMG 這個陽光 最適合這個問題了 想聽你用花力鼠的聲音唱歌 能不能答應我 這個時候 放心 回頭 看我 好就這樣 就退我追蹤 平常都用什麼軟體或平台 聽音樂或抓扮唱帶 聽音樂的話 我有跟同學買spotify的家庭方案 我都直接上網搜尋 譬如說 呃身後扮唱帶 所以在常常很多歌 想唱但不能錄 因為找不到扮唱帶 然後我不會 那你就清唱 樂器不搶這樣 那你有沒有想過要學吉他 有 我其實 我學過超多樂器 我學過鋼琴 吉他 你會彈高級? 對啊 好少喔 對啊 然後鼓針 OMG 都學短短的時間 然後高中我參加吉他社 有機會我會想要把吉他學回來 請問推開世界的門 有背景樂版本嗎? 聽完好感動 想收藏完整版 啊推開世界的門是什麼 呃我也不知道 是我錄過的歌 我就是因為 沒找到扮唱帶 所以才是清唱 好我如果 有機會 看我可以 請會 彈琴或是怎麼樣的人 可以徵求人家幫你 拍伴奏 那你在這邊徵求一下 對啊 謝謝 好 那換下一題 以後想走藝術創作還是表演呢? 如果可以的話 我當然還是希望可以當歌手 但是 畢竟當歌手要賺錢是很難的事 所以我才決定說 今年 在畢業前一年 好好把設計的方面把它弄好 然後讓自己如果 可以的話還是用這個專長 用學業先把 可以把養活自己的技能 這樣嗎? 對然後有餘力再去把 歌唱的夢想完成 但是如果有唱歌的機會 就會去找 要怎麼練唱歌啊? 你唱歌好好聽喔 謝謝 我幫你回答 天生的 欸 沒有 應該是先從 模仿開始吧 我記得我國中的時候 一百萬個人都說我唱歌很像阿力 因為我很愛聽她的歌 以前 現在也很愛 會先從 模仿開始 學她怎麼 唱 怎麼表達這首歌 然後 再慢慢找到自己的風格吧 我每次表演都會把 我要表演的歌的歌詞印出來 因為我覺得 就是我自己唱歌很像在說故事這樣 把一個字一個字看要怎麼表達 那些詞 然後寫在旁邊 再去看要用什麼 嗓音表達那些話 比較適合 然後多聽 然後多唱 洗澡的時候唱 最後錄的時候唱 智雲姐姐比較愛唱歌 還是設計還是排球 要排去 我來幫她回答 她最愛的是我 你在錄了嗎? 真的嗎? 唱歌當然第一位 設計跟排球 應該是排球 因為設計我覺得是靈感來的時候會想做 讀錯系了 應該要讀體育系 體育系 體育系 就我覺得找到一個自己喜歡的運動 很幸福的事 你不唱歌的話會做什麼 打排球畫畫 跟喜歡的人一起相處 然後 喝咖啡 好 希望之心的時候有沒有什麼想唱的歌 但是沒有唱到 超級多的 她每一集會讓我們選五首歌 然後錄給她 她再挑一首 至少還有你 我非常想唱 還有也許明天 還有蔡依林的我 跟謝正廷的很想很想你 那蔡依林的我 這首歌是在我 心心墜落的那段時間 陪我度過一首歌吧 我也有唱過這首歌 在說故事的人裡面 還有一首是很想很想你 那首是很想爸爸 或者是很想念許人的時候 的一首歌 那她其實很溫暖 可以聽聽看 沒有 那你什麼時候要當YouTuber 哈哈 我現在YouTube 謝謝大家 訂閱 有四百個人了 我就只有一直放我唱歌的作品 如果真的有機會 我會去研究一下 YouTuber這件事 我會繼續放作品在YouTube上 那YouTuber這條路 就再看看 那如果喜歡我的話 徐佳瑩的灰色 已經放在YouTube上面囉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分享給你說 有 我可以喔 會不會 明星姐姐有帶給你什麼影響嗎 兩姐妹真的長得很神似 有很神似嗎 我覺得還好 我覺得還好 我其實 以前 學人第一次上節目 事實上 我要當歌手 那個時候 就是還對鏡頭沒有那麼熟悉 然後 不知道自己在 鏡頭前面怎麼樣是 比較好看的 然後 就會不小心做一些鬼臉 那個時候第一次錄完節目 看節目我爆哭 因為我覺得很沒自信 覺得自己天啊 就好醜 不管唱怎麼樣 我那天唱得很好 但是 會覺得說 那這樣大家會不會說 天啊是穿著有妹妹怎麼長這樣 之類的 會一直被拿來評價 然後以前壓力其實很大 但後來發現 那些其實有習慣的鏡頭 或者是找到自己 覺得自己比較好看的方式的時候 就比較不會有那些感覺 也不會覺得說 別人會拿我跟姊姊比較 因為我們是不一樣的 而且 我很感謝有這樣的姊姊 姊姊在我唱歌這條路上幫了我很多忙 不管是譬如說 送我一堆化妝品 或者是借我衣服啊 或者是 跟我說一些提醒我的事情 其實 我很敬佩他 就是他從 十七歲星光大道到現在 全部都是靠自己 都是靠自己慢慢努力 他一開始也是 一直被罵說 可能很胖 或者是 說什麼 他根本沒有那麼會唱 為什麼現在會紅啊 之類的 但是我覺得 這就是他厲害的地方 他看到那些 他不會因為那些就沉下去 但是他會 慢慢的改變自己 變成現在這樣 我覺得 就是我非常 敬佩他 偷偷跟姊姊告白 對 耶 接下來是 同類型的問題 那就一次問囉 會跟姊姊一樣 往演員發展嗎 不管如何都要加油喔 會想像姊姊姊不一樣 進演藝圈嗎 覺得志云很有潛力耶 會想朝演藝圈發展嗎 選秀節目之類的 會想挑戰遊戲嗎 想的話 會想挑戰什麼角色 演戲的話 應該還是以唱歌為主 但是如果真的成功當歌手 如果有被發覺去拍 比如說從MV開始到 真的被發覺去演戲也不會排斥 大二的時候也有演 學校辦的歌舞劇 然後我那時候演的是 凱瑟琳 那時候就有拍戲 就是發現 這樣講好像滿有興趣的 一個把自己寄託在另一個角色上面 還滿酷的 然後選秀節目 一樣是機會來了 不會排斥這樣 如果演的話 想要演 我很想演演看壞人 哈哈哈哈 因為我其實滿愛看台語劇 然後又不會 又不會講台語 就不是有那種 阿哥 你現在沒有給我錢 我就給你死 對 就覺得那種還滿酷的 所以有機會的話 我不要演像主劇啦 就是覺得壞人好像滿酷的 多謝 就Mia連舞片就好了呀 贊成 贊成 可以放滿Mia嗎 這裡 球放滿 連自己的臉都折住 把Mia披在這裡 接下來三題也是類似的問題 可以聽妳和妳姐姐合唱一首歌嗎 其實一直很想聽妳們姐妹合唱 真的好想聽妳和姐姐合唱 啊啊啊啊 能愉悅嗎 一定是天籃 想聽妳和智友合唱 姐姐聽到了嗎 有機會的話 姐姐也很忙啦 要帶小孩 內哥 內哥 我可以問Mia嗎 想多看智雲跟Mia和Sunny的互動 好有愛呀 登 請自Instagram精選特輯 這裡 我有跟她互動會放在裡面 為什麼Mia要叫妳妹妹阿姨 哈哈 因為我們全家 不管是 表姐 堂姐 表哥 因為我是家裡除了表弟之外 我是最小的 所以大家都叫我妹妹 連我表弟也會叫我妹妹 所以那時候介紹的時候 也不會介紹說是智雲阿姨 就會說是妹妹阿姨 我覺得蠻可愛的 哈哈 可以多PO跟智友的合照嗎 可以多PO跟Mia的合照嗎 我們好像沒有很習慣一起拍照耶 突然發現 Mia跟Mia嗎 跟姊姊 跟Mia蠻常拍的 是有聽到了嗎 沒有啦 有機會再跟她拍 好 為什麼妳那麼像體育系 啊不是啦 為什麼妳那麼愛排球 因為我愛排球 我覺得人生中應該都要有一個很喜歡的運動 聽到了沒有 抱歉 運動是很健康的事 而且有時候心情不好的運動 就會比較舒服 剛好找到一個好像比較擅長 又喜歡的運動 萬一不能再唱歌 也不能再畫畫 也不能再打排球 會培養什麼新興趣呢 Model阿 我身材不好阿 那臉的Model 我臉也不好 哈哈 拍妝師 欸對啊 我如果哪天不能唱歌 我要當化妝師 我很愛看Pony的影片 好像研究了這麼一番 好像蠻厲害的 如果這些不能做 我會試試看去上課 然後考化妝師 這樣 好 然後有機會再當彩妝YouTuber 如果排球跟唱歌撞棋的話 你會選哪一個 其實我暑假 就有決定如果我 森林之王真的上了 我就會退校隊 還是會以未來規劃為主 但是 我相信畢業之後 可以這樣子 每個禮拜這樣 一直練排球 一直打排球 然後出去打比賽的機會 一定很少 以後就是就業 所以我希望在 許可範圍之內 我想要在最後這一年 把排球好好打好 像之前希望之心 每個禮拜五要彩排 那我就是每個禮拜五請假 然後E3 用更多力氣去練 如果這個真的會影響到你未來的一件事的話 還是去做 但是 如果是可以暫時不要做的話 我會選擇排球 因為頭沒有 可能沒有這樣的機會 加油 嗯 那個問題就只有打 三圍 一百一百一百 What's the size of your cups 是不是不好說 不大不小剛剛好 可以 好想知道你們都在幹嘛 懷念 QQ 可以講一段國中課題 好 這是我學弟問的 我國中的時候是子弟團 然後 我們子弟團裡面有 四個人很要好 我跟這個學弟 然後還有李伯傑 就是徐倫的李伯傑 跟 另一個女生 我們四個家都住在公館附近 我們家 形成一個平行四邊行 所以我們都稱 公館平行四邊行 每個禮拜六都會 一起到那個女生家 看韓國節目 就是會一起在電視前面 一直熱舞 雖然後來 學弟跟那個女生搬家了 我跟李伯傑還是住很近 我覺得這段日子 就每週一起相處 還蠻開心的 所以我跟李伯傑一直從 國中子弟團 到高中合唱團 到高中畢業 巡人騎士 都一直在一起 就是認識十幾年 露齒正常笑 會看到幾顆牙齒 露齒 我露齒好像都會不小心 上下牌的時候露齒完 我幫你數 1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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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顆左右吧 請問你會不會去割雙眼皮 快變快變 3 2 1 一雙入魂 你有嗎 我不會 因為我很喜歡我的單眼皮 雖然它有時候會變很像雙眼皮 我之前有試過貼雙眼皮貼 很像我是男生 然後變性很女生 的樣子 我小時候很討厭單眼皮 但是後來就是很喜歡 然後我問了我媽說 為什麼我們家只有我是單眼皮 她每次都說我也不知道 有基因問題吧 結果到18歲還19歲 某一年 我在回家路上偶然問她說 所以到底為什麼只有我是單眼皮啊 然後她就說 因為我是疙瘩 我就被她騙了19年 我都以為還破音 都以為就是全家只有我是單眼皮 請問你是怎麼舒服壓力的 舒服壓力 這一個舒服是 出發壓力 唱歌 吃東西喝咖啡 找同學聊天 睡覺 睡覺 打白球 打白球 化妝 好 跟不不玩 哈哈哈哈 出發壓力喔 我很喜歡 選一首喜歡的歌 戴耳機開超大聲 然後無限循環那首歌 每次這樣我同學都會罵我 她坐得離我很遠都聽得到我耳機裡面的聲音 那這樣幹嘛戴耳機 真的 有一種環繞音響 要融了要融了 要融了 耳洞穿幾個呀 想像過去現在未來的自己說什麼 想對過去的自己說 可不可以不要這麼辣 哈哈哈哈 以前真的蠻強的 不要再穿泡文了 不要再穿泡文了 以前真的蠻強的 你會後悔的 我很想你 不是辣的部分 還想對過去的自己說辛苦了 所以你想對過去的自己說很想 他是想要回到過去嗎 不是 用全心相信別人的那段日子 辛苦了的部分是覺得其實 好像在比別人年輕一點的時候 就經歷了蠻多 事情 成長了很多 然後也 所以才會想跟以前的自己說辛苦 但也沒有到說很辛苦啦 可以熬過很多事情 可能爸爸過失或是姐姐生病 同時一起 或者是 不管學人的事情還是怎樣 怎麼樣 可以度過還蠻棒的 然後現在的自己 繼續保持一個美好的狀態 然後未來的話 希望 可以早點睡 希望可以比現在更積極的完成更多事吧 有時候會有點鬆懈 最擅長的科目應該是睡覺吧 喝咖啡 跟不不玩 物理 然後是數學 再來是國文 那你學測最高是 最高分的是哪一個科目 數學跟國文 說好的物理咧 差一集 社會9而已 我社會很用心 我自己整理了一本筆記 然後只有9 就是不會廢 我永遠記不得大家的名字 如果可以自己設定人生劇本 你想寫成怎樣 可以幸福的當歌手 所有事情平衡抓得很好 不一定要嫁人 我覺得 可以養過自己 我覺得就是 然後養兩隻狗 一隻貓 對 我要養兩隻狗 一隻貓 以前高中會 跳課 會打瞌睡嗎 對啊 當然會啊 跳課不會 我不敢跳課 我以前不敢跳課 那現在怎麼會 現在怎麼 還有人前一天問說 在哪一間教育上課 然後到教室之後 一個人都沒有 對 那我到現在都是 我班牌最爛之期 最好是你 那我拿過第一名喔 大一 喔 阿芳想成為怎麼樣的人 我希望可以成為 身邊的人跟我相處 不要有負擔的人 你還沒成功繼續努力嗎 哈哈哈 可以 有能力 養活自己 還有養活 媽媽或者是身邊的人 前提下 我可以 追求夢想的人 那會想要成為不要那麼多 負面情緒的人 會 一定會啊 我覺得 但也好像也因為這些 負面小事件 帶給我很多 不只是設計 或者是唱歌 帶給我蠻多幫助 雖然這樣不好 但是也有好的一面 但是這樣也不太好 對 以後婚禮可以邀請你當表演嘉賓嗎 當然 可以啊 多少錢 是他邀請的話 不用錢 那我咧 那我咧 你們都不用錢 好 謝了 要不要高空彈跳啊 欸我真的想欸 欸那找我 欸好啊 他為了兩次 我可以在500特輯 刻下我的足跡嗎 刻 500特輯快出來 期待 出來了 好可愛 志云好可愛 趁機亂表白 謝謝 你覺得你的狗狗上輩子大概像什麼動物或是什麼樣的人 我覺得他很像老虎跟熊 愛我嗎 愛啊 第一次因為喜歡做的事被肯定是什麼時候有什麼感覺難得震驚 雲門舞級第一次站上舞台 跳芭蕾的時候 我看到我媽啊 我表姐 看到家人 有一種 陰陰圍繞的 微笑的時候 這很幸福的事 我覺得是 就是在舞台上看到台下 為什麼要拿草 在舞台上看到台下很多人 用很專心專注的眼神看著你的時候 所以雖然可能很模糊 但偶爾會看到很多的眼神在投射你的時候 我覺得 有把大家一起帶到我的歌裡面的時候 真的很幸福 自己也會被療癒到 什麼時候要來嘉義玩 你找我去的時候 沒有啦 有緣分就下去玩 好 看一下 不好意思 這是我朋友 他想要練習中 每天都要找三個快樂的理由好嗎 好 我覺得這是蠻好的方法 因為有時候壞事發生的時候 會覺得好像 天啊怎麼又來了 但是其實把事情一個一個分開來看 其實好事比喚是多菜多啦 耶 什麼時候要再吃咖哩飯 等你煮給我吃 要不要來辦同學會 等你辦給我大家 愛情為什麼這麼複雜 愛情永遠就是這麼複雜 所以才這麼幸福啊 有很悲傷的時候才會知道 被疼愛或是被關心 是很多 幸福的事情 歡迎去聽 徐佳寧的灰色 裡面形容了很多 最初的愛情的樣貌 跟在愛情裡面可能經歷的一些 挫折或是被傷害或是不好的事情 最終那個白色的黑色 才會混合出最後 最屬於你的最美好的那個灰色 最後一個問題 為什麼離開學人啟事 還有會後悔離開學人啟事嗎 或是會想要回去學人啟事嗎 嗯 其實過有點久了 仔細的回說的話 最根源的那個原因好像也 有點模糊了吧 不會後悔 因為當時覺得 理性的選擇的話 留在裡面 不會過得比較快樂 那 對他們也不會比較好 因為觀念或是價值觀不一樣 所以 我覺得 不會後悔離開 但如果 時間可以重來到 問題發生的 前面的話 我覺得 如果有辦法 比較像現在的自己會去跟 對方溝通 或是 好好坐下來談 然後不是一昧的讓 對方繼續往 他的 價值觀走 不會去 改變的話 或許會有不一樣的結果 但我覺得 那時候其實 高中 升大學 我自己覺得那時候的 我 跟現在 很不一樣吧 在各種事情的平衡上 做得不好 現在也沒有做得很好啦 但是 我覺得那個時候是 做得比較不好 然後 也 比較容易有 因為一些 可能 感覺受到 不應該有的 對待 的時候 會比較容易 情緒化的 接受 而不是 就是 好好去講 也不是說沒有好好去講 對 只是就是 那時候 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我之前有講過說 大家問我的時候 可能就是會回答說 緣分嘛 好像其實也沒錯 只是就是 我不太喜歡回答 是因為我覺得 我如果真的把我 的 所有的想法 講出來 對他們來說 是不好的 相對的 別人問他們 為什麼我會 離開許人的話 他們的回答 我應該也會覺得 不太滿意 或者是 其實不是這樣 你們為什麼要這樣說 所以我覺得其實 不喜歡 不太喜歡 別人問這個問題 是因為 我回答的 他們不滿意 他們回答會傷害到我 所以我覺得 那就算了 就是 那如果 今天突然 有一個機會 回到許人啟事的話 嗯 其實唱 阿卡佩亞對我來說 好像 是一件 蠻適合的事情 因為 我不會樂器 其實不會樂器 要表演的時候 就只能 依靠半唱帶 或者是樂隊 但是 不是每一次的表演 都有樂隊 也不是每一首 想唱的歌 都有半唱帶 其實阿卡佩亞 日人聲的話 其實好像 某些程度上 也蠻適合我的 加上 好像 天生對於 音階 和音 或者音感上面 好像有 蠻有天分的 所以其實 某個程度上 唱阿卡佩亞對我來說 是 一件好事 只是說 如果今天真的 有一個機會的話 一樣是看緣分吧 搞不好 好 我這些年變了 然後 他們這些年也 不一樣了 假設 真的有這樣子的 出現 也或許 會是 一件好事 就是 重新 跟大家相處 然後 重新跟阿卡佩亞 這個東西相處 因為其實 從退出 到現在 我一首阿卡佩亞 都沒有聽過 別 別 別團唱著 也是 嗯 也有別的阿卡佩亞團問我 要不要去 但我也覺得 暫時沒有辦法再接觸 阿卡佩亞這樣的東西 我現在跟 齊哥他們 像 我有辦 專長的 那時候 胡佳誠也有來 然後我以前 演歌舞劇的時候 胡佳誠跟李柏傑 還有瑞瑞也有來看 不會因為說 離團 就不好 怎麼樣 對 只是說 其實以前發生很多事 我覺得都是 彼此還 不太成熟 然後 剛好 選擇離團 是件好事 其實 大概就是 這個樣子 那許人的小故事 其實就是說 從 高中 我跟 李柏傑 是 合唱團的團員 然後 到 胡佳誠後來 然後 後來合唱團結散 改成 阿卡佩亞社 然後 老師就找我 跟 李柏傑創社 然後 李柏傑社長 我是副社長 然後 我一直 然後 當年有 台灣阿卡佩亞大賽 那 老師就找我 跟李柏傑組團 再找 胡佳誠跟 他女兒 跟 合唱團學姐 組在一起 成績很不錯 拿了冠軍 然後 我也拿到最佳組唱 後來就 覺得 好像有發展的機會 所以就 繼續參加 大大小小的比賽 從 上海的亞洲盃 到 美國的 到 到 要從 純粹比賽的 唱團到 發展成 是不是 職業的 那一段過程 也是 從高中 到 剛升大學 那段過程 就開始可能 會有一些變化 再加上 裡面 的人 不是每個人 年紀都一樣 欸 有人正要畢業了 然後有人 比較大 然後也有人 剛上大學 所以其實 老師也有他的 想法 我們也有 我們的想法 反正 學人的故事 大概就是這樣 其實 身邊的人 問我 他們最近在幹嘛 我也不知道 因為我 不太敢去看 但是我們還是 我相信 我們還是很好的 不管彼此在幹嘛 好 學人的部分 大概就這樣結束了 嗯 好 最後 謝謝 把這部 500特集 看完 這個人 我為什麼突然 就爆哭了 嗯 就是 謝謝 然後 雖然今年可能 比較少可以看到 我唱歌的作品 沒有遇到一個 可能 節目 或者是 比賽的機會 如果有機會 我也不會 就是把 讓他 離不見 但是 目前可能 不會主動去 尋找一些平台 除了自己 拍影片之外 因為可能 我也有說過 為什麼 沒有再去 森林之王 我覺得 畢竟現在是大事 那我的 學業是設計 可行 我覺得我在這一年 要把自己在 學術上的 部分 從事完 然後讓自己 順利就業 因為唱歌算是 夢想 雖然也是 一個職業 只是說 可能 比較辛苦 賺錢的部分 所以我決定說 今年 暫時 把 把學業往前排一點 對 然後 球隊也是最後一年 所以很常練球 或是中學 那 唱歌的話 我還是會繼續拍影片 然後 我也期待 會有一些 有緣人 或是 有貴人 或是 如果有平台 或是機會 有貴人 等才溜走 謝謝 在 我覺得好像 不敢繼續唱歌的時候 跟我說話的人 也謝謝 不管說過 唱歌好聽不好聽 或是喜歡不喜歡的人 謝謝媽媽 姐姐們 還有傑夫 很支持我在這條路上 我真的很喜歡唱歌 然後也很喜歡 唱歌的時候的自己 好 五百特集結束 搞不好六百 稍微不要 一千再錄好了 五百特集剪的好辛苦喔 好 就這樣 我愛你們喔 掰掰 還有想嘗一下 走 我是oni 是 你 蓮 Für 你們 請 上 item 感谢观看